各位网友 你们好 欢迎大家收看《论尽人生》这个系列 我是苏维尔牧师 今天我想跟大家讨论一下《轻音乐》这个课题 首先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笔记 《轻音乐》 《论尽人生》系列第十九讲 音乐 散我不平气 使我不和心 中国人这个乐字是一个象形文字 但究竟他象什么形状呢 说法就有不一样了 《甲骨文》的写法非常有趣 上面是一些诗 下面是一块木 羅振玉就认为这个字的上部份是诗 下部份是木 诗附在木上 即是琴塞之杖 但许臣就以为这是一只大鼓来的 下半部是木 用来放置大鼓的架 但无论如何 无论是琴塞 或者是大鼓 毫无疑问 都是这种乐乐器 但音乐就越以 人听到音乐就会觉得很开心 觉得很快乐 因此引生为快乐喜悦的意思 所以这个乐字可以解以音乐也可以快乐 其实这个乐字有三种不同的读音 第一个读音是乐 比如好像快乐 或者乐于助人 第二个读音是乐 比如好像音乐 而孔夫子所说的 知者就是咬水 人者就是咬山 苏苏苏苏以为音乐是可以散我不平气 使我不和心 有一次 他在杭州的一个寺庙听到一个和尚弹琴 听到他心平气和 就写了以下一首诗 他说 知和无佛逆 知平无岸仰 不知微妙性 究竟出何处 杀我不平气 使我不和心 此心知有在 尚伏此未入 这个所谓佛逆是指唐琴的时候琴完 一张一词 一画一画 而暗仰就是指唐琴那种指法 苏多摩尔斯说 弹奏出来的音乐已经到最和谐 最平静的境界 好像所有技巧都消失了 连我将琴都好像不存在一样 只有微妙的声音 环绕在整个周围 将我心中种种的不平气推散了 我心中种种的不和气也都使用了 在琴室里面 心变得非常非常的平和 对苏多摩来说 音乐可以调和我们的情绪 所以在琴声中所有的烦恼都会静下来了 今天不少的心理学家都认同苏多摩这种观念 音乐确有平和的作用 不过我们签问五会 以为单听音乐就可以得到心理上的治疗 现今所谓的音乐治疗 主要都是靠音乐治疗师的 音乐只不过是一个工具 音乐治疗 所谓music therapy 是利用乐音 节奏对生理的疾病 或者是心理的疾病 进行一种治疗的一种方法 主要是针对身心方面 有需要进行治疗的个案 针对需要治疗的部分 进行有计划 有目的的治疗 根据美国音乐治疗协会 American Music Therapy Association的定义 音乐治疗是一个有license的音乐治疗师 以音乐作为工具 根据临床和实证的音乐治疗 为个案设定和炮制它的目标 协助这个人士达成这个治疗的作用 在音乐治疗当中 音乐只不过是一种工具 就好像复健科里面的复健器材 是辅助治疗的工具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 没有音乐治疗师就没有音乐治疗这回事 因为音乐治疗师 正是我们可以倾诉的对象 So many都明白这个道理 他曾经写过一首诗 叫做琴诗 写得非常明白 他说 若然琴上有琴声 放在甲中何不明 若然升在指头上 何不于君 亭上亭 就好像酒 茶美食 音乐都能够给人一种享受 美食是土福的享受 音乐是思觉的享受 如果没有了出色的徐诗 没有了出色的琴诗 一切都是枉延 就好像这些药物是有治疗作用 但药物落在一个平庸的医生手下 反而还有害 所以蘇东波曾经说 物史常依隆疾 音乐治疗也都是一样 需要有好的音乐 但缺乏一个好的音乐治疗师 也都是枉延的 我们知道人生有很多苦老 人有得失成败 生离死别 这个无可逃避的现实 每日发生在我们的事情 都会引起我们不同的情绪反应 中国传统的文化 就不鼓励我们倾诉 表达我们的情绪 忍得就忍 当一个人表达自己真正的感受的时候 总是觉得你有点软弱 宋多波可以说 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文人 面对着人生种种的问题 同不回避 虽然他人生大喜大乐 但他却能够借着文章 表达自己的感受 他说 某平生无快意是 为作文章 意知所到 则不力曲折 无不尽意 自为世间乐事 无如此者 无论写文章 喝茶 或者听音乐 都有这种作用 所以写了有2700几首诗歌 300几首词 4200几篇文章 古时候没有电脑 也没有钢笔 用的全部是密笔 也没有空调 也没有风扇 热天的时候很热 冬天的时候很冷 他竟然写了这么多出色的文字 真是令人叫案怕绝 他的文章 并不是无病新人 而是将他自己的真情表达出来 用他的话说 文如八斗泉原 不宅地皆可出 意思是他写文章 将心底里的感受全盘托出 如泉水随时随地涌出来 绝不掩饰 以留下来给我们有无数的佳作 既有也无风雨也无情的平静 近有大江东去浪淘尽的豪迈 也都有天中美酒 一曲满亭方的痛快淋漓 也都有天涯何串暮荒草的伤感 既有世上一场大梦 人生几度秋凉的悲哀嘴上 也都有门前流水上能西 幽章白发唱黄契的一个进取 苏东坡的文章打开我们的心肺 照亮我们前面的现实 不过始终去承认人生是什么 万事到头到时梦又游 万事最后都好像梦幻一样 算了 算了 何必再提呢 何必根根继架呢 何解啊 好像苏东坡那么聪明的人 似乎都争夺不了人生的枷锁 中国人有句话说 哀莫大于心死 当一个人失去了盼望 是一件非常悲哀的事 苏东坡的问题就是这里 面对着官场的黑暗 政治权力的斗争 去显得无奈和厌倦 面对着生离死别 去显得更加无奈只能够坦一句 人有悲欢离合 越有阴情缘缺 此事古难存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赐捐 所以他说 我今身世两悠悠 去无所俗 来无暖 他意思是说 我如今自身和世俗 两不相关 去无追求 来也无留暖 虽然一胡走 一溪云 一张琴可以暂时的识话 但这些只不过是止痛剂 并不能够彻底的治疗 究竟彻底的治疗在哪里呢 以色列也有一个非常出色的智者 叫做所罗默 他写过这样的说话 在传道书第三章 他有这么说 凡事都有定期 天下万物都有定时 生有时 死有时 灾众有时 拔出所灾众也有时 杀禄有时 医治有时 拆位有时 建造有时 哭有时 笑有时 哀动有时 跳舞有时 抛扎石头有时 堆罪石头有时 怀佩有时 不怀抱有时 尋找有时 失落有时 保守有时 舍弃有时 撕裂有时 逢保有时 静蜜有时 言语有时 喜爱有时 恨慕有时 增战有时 和好有时 这样可能 做事的人在他的牢陆上有什么益主呢? 我见神叫世人劳苦 使他们在其中受经验 神造万物 国安其时成为美好 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 愿意 神从此至终的作为 人不能参透 所罗梦王看到 神是我们的主在 他看得很乏 生有时 死有时 哭有时 笑有时 爭战有时 和好有时 对人来看来 对苏多摩看来 这些是无可避免 只是期望 你去看月光 我去看月光 好像有些 互相鼓励 但如果你从一个 日光之上的角度去看 就好像 所罗门所说 从日光之上去看 我们知道 神造万物 国安其时成为美好 是这个字 其实是机会 如果一个从 有神的眼光 从日光之上去看万事万物 每一件事情发生 都是一个机会 问题是你把不把握到 对一个基督徒来说 没错 人生里面 是生有时 死有时 哭有时 笑有时 但每一样东西 神体来都是美好 都是一个黄金 新机会 问题 我们可不可以掌握得到 一个很出名的美国作家 叫巴巴拉·Johnson 她说的说话 非常有意思 她说 Pain is inevitable Misery is optional 在人生里面 痛是难言 鼓是我们的抉择力 是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如果你觉得这个是上帝给你的机会 你觉得这个是上帝安排 他满有主权 如果你从一个这么积极的角度去看的时候 你发觉 你对这件事情有很不同的看法 更何况 我们是有个盼望 上帝已经将永生的盼望 放在我们里面 他又答应我们 有永生 将来在新天生地 再没有疼痛和眼泪 我记得我还在香港的时候 我带了一个查经班 有一个香港很出名的外科医生 他不是一个基督徒 他来参加我们这个查经班 读完圣经之后 他就说了一句说话 如果基督教是真 耶稣基督真是从死里面复活 以致我们有永生的盼望 连死都能够战胜 世界上还有什么 我们惧怕呢 有人说过一句说话 都非常有意思的 Elizabeth Elliott 一个很出名的宣教士 她说 如果你是不惧怕神 你又各样都惧怕 如果你是惧怕神 敬畏神 你就没有什么惧怕 因为你知道 神是会带领你 就好像两个小朋友 我两个小朋友 他小时候 我车他们去San Diego旅行 他不会问 那里安不安全 那里好不好 只要爸爸带着我们 他信得过这个爸爸 他就心里面安逸 并且享受这一次的旅程 我们在人生里面一样是 如果我们从一个日光之上去看人生 我们就知道 我们是满有盼望 好像希伯罗书的说话里面说得更好 我们会将来有一个更美好的家乡 这个是我们的盼望 这个盼望不是只是将来 也都是现在 因为有这个盼望 以至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上 可以活得更精彩 更懂得去感恩 好 我们今天讲到为止 下次再跟大家讲另外一个课题 拜拜